欢迎收看云端宝剑事带你掌握健康大小序 我是刘姿玲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抽高也有黄金期 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大人来说 其实从小到大不管是小朋友的营养 补习班才艺课程或者是运动都非常的关注 但事实上在涨高的黄金期当中 应该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或者说生活上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要跟大家一一的来做分享 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中医师邓云丽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邓云丽 以及我们的布丁姐姐陈英文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英文布丁姐姐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营养师刘依离 大家好我是依离营养师 好先来看到讲到身高问题 我不知道在座的三位以前小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 身高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因为其实今天的三位来宾都比我高 那我们从依离姐开始好了 依离姐有模特身材的身高 没有我只是简单讲我只是脚长 在实际上不高 自己说自己脚长 没有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学了营养才发现说 我在读书的那个时间 尤其是在长高国小的时候 女生大概就是八九岁开始要长高 其实那时候我们功课压力很多 因为爸妈要求 所以我们后来从国小国中都读升学班 所以我发现我是 我吃的还OK喔 但我发现我是睡眠时间很少 就是说我那时候好像记得好像都不太爱睡觉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她成绩普通 但是她每天回家 她就说她每天都睡大概足了十个小时 她长到170公分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印象中 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说要长高 那当然好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 是 好 布丁姐姐你觉得身高 对你从小到大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我好像是六年级的时候 我好像13岁的时候生理起来 生理起来之后就再也没长高了 可是我生理起来之前 我记得是六年级国一的时候 就已经165了 那你长很高啊 可是我们其实自己在长的时候没有感觉 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原来我已经排到比赛 因为小时候老师都说来照升高往后排喔 然后把我们排座位排到那个班级里面 对 我们都做最后一排 好像很困扰 没有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做前面一点 仔细听老师上课啊 然后坐到后面你就会很容易分心 就会看到这个小朋友在干嘛 看到那个同学在干嘛 看到这个谁在干嘛 就很容易分心 所以身高不一定有完全的优势 你小时候是这样觉得 就不能跟李老师近一点 每次要坐后面 那邓医师呢 好像我就蛮吃亏的 我国中的时候不懂这些 常常熬夜 就变成长不高 因为你们都太认真了 一定养师也是 念初念得太认真了 都念到半夜 像我一个病人 一个网红啊 就是169公分的女生 哇 她说她就是 因为她国中的时候住校 就是她跟她的那个寝室的同学 都是翘课在宿舍睡觉 所以她们整个寝室人都长得非常高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 150公分一个小个子一个女生 她有一次到101去跨年 然后擅长的时候在那个捷运站里面 被困住 然后她出来说她在FB就留一句话说 她第一次因为觉得身高问题 以生命受到威胁 缓不过气没有办法呼吸 通气洗澡 太多人了 身高问题好像没有很严重 但事实上生活当中 也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虽然我们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呢 身为父母的 还有个机会就是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这位妈妈 英文姐姐 好 布丁姐姐 对 我们呢 要来帮小朋友长高 那你自己现在小朋友几岁 你有这样的困扰吗 我有三个小朋友 一个四岁 一个九岁 然后一个是13岁 然后像我 他们三个人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作息的感觉 比如说像老大呢 他现在国一 但是他有一点在国一里面 我觉得他是偏比较中后 就是以身高的部分来算 可是老二呢 他现在是在三年级 可是他们班就比较高 我就在这两个我就想说 他们两个做对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就发现老大是真的睡得比较少 因为老大在我们小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都带他去外面玩啊 去旅行啊 他也跟着我们一起熬夜啊 他也坐在旁边 对 就是他也跟着我们一起熬夜 什么这些 所以第一个过得比较荒唐 所以他好像是长得比较矮 然后第二个呢 他因为跟着老大 老大已经变到国小去了 所以国小就不敢常常请假 那是不是连同小的就不能常请假 所以小了没事就一直睡觉 车上也睡 只要塞到安全座椅上 他就一直睡 所以安全座椅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睡宝宝的一个东西 可是老大不是 老大是塞在安全座椅上面的时候 他会一直哭一直哭 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所以我觉得睡觉这件事情 小时候一直被 就是爷爷奶奶念说 他们两个阿贼 怎么不好好睡觉 那时候都觉得说不会啦 该会长高就会长高 不会长高就不会长高 可是现在我不这么觉得 我现在觉得 可能是我害老大长不太高 那除了睡觉这件事情之外 吃东西你有帮他们调整 不一样吗 有 就是老大呢也是乱吃 那他比较不重吃 所以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那么的 那么有抽高的这种本钱 比如说他也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怕喝太多全子牛奶会变胖 所以就一天只给他喝一两杯而已 可是像老二呢他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倒他 我就是想要喝一桶啊 他就是拿一桶啊 就在一直喝 然后在自己那个房地里面 倒杯子好像在喝酒一样 那种感觉 我觉得两个人就有差 这样第一个就长得比较高一点 是所以要请教伊底营养师 第一个他说喝一桶牛奶是可以的吗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 有时候会在意热量 那我不知道这种所谓的 钙质跟热量还有营养素摄取 怎么样来说会比较均衡 其实这里问到一个重点 其实在这几天刚好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发现就是说 其实小朋友的热量 是不能过多要适度 因为现在发现说 我们台湾的女生的身高平均 他们是调查大概18岁 平均来看的话 我们女生的身高是有平均多 0.5公分 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男生他就少了 就少了1.2公分 差这么多 对 差这么多 然后发现现在男生身高比较低 那原因是我们有推测 就是像我之前在看儿童门诊 我们发现胖小孩 就是比较胖的小孩子 他的身高确实会比较容易 变得比较矮一点 就是从年龄来看的话 他会比较矮 他横向发展嘛 可是很多人都会说 胖没关系会抽高 他才有那个本钱抽高 那到底要信哪一种 现在其实以前都说 小时候胖不是胖 但是小时候胖以后是胖 而且会影响到身高 原因是什么 跟大家讲 就是说如果当你在肥胖的时候 比如小朋友比较胖 那他体内的脂肪细胞比较多 那脂肪细胞呢 他会去促使的磁激素分泌比较多 那磁性素分泌比较多 就会达到所谓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生长就会比较快嘛 就会性早熟 所以他就会很快就发现就长不高了 所以现在的胖小孩不是一件好事 我跟你讲之前 以前我们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啊 通常一个妈妈进来带两个小孩 一个瘦一个胖 那我一看我想说 因为我想说应该是那个胖小孩要调整嘛 就是说应该要比较瘦一点 他说没有通常都是瘦小孩 妈妈担心的都是瘦瘦那个 说我这个小孩子不吃啊 怎么样让他吃 那我说这位老大好像比较胖一点 他说没关系 他胃口很好 他什么都吃这样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其实比较胖的小朋友应该要注意 因为会影响到所谓的身高 我刚刚有提到 然后大部分的话 其实在统计上面来讲 身高跟爸爸妈妈遗传还是有关 占了70%左右 那30%是可以借由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英文提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可以 然后运动的问题 还有营养调整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在营养调整上面 也有研究发现 因为现在太多的这种含糖的饮料 不只是手摇饮 有可能是一些可能碳酸饮料 甚至于爸妈妈 很喜欢给他吃一些含糖的饮料 一杯350cc的含糖饮料 他会在小朋友的这个生长激素 停止分泌两个小时 哇 听起来很严重 对啊 尤其是正在长高的小朋友 我曾经碰过一个门诊的 他就是一个阿公带他的孙女来看 然后他也是很紧张 就是他同年龄 他比一般同年龄的小女生 矮了5公分 然后阿公就一直百事不得其解 因为他胃口很好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 每天早上都是阿公带他去早餐店 就是吃早餐 然后他都给他 他小女生嘛 小女生他就从小就是喝 大冰红全糖 然后就是喝到就是 这么小可以喝红茶吗 然后就是阿公可能想说 他想喝什么就给他喝 就给他喝嘛 然后可能就吃一些什么 小热狗那种比较高热量的 比较胖之外 其实我刚才讲说 含糖的饮料 其实也会抑制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 所以很多原因啦 不过好消息是说 至少我们可以30% 40% 可以借由一些运动 后天的努力 其实我们也碰过 妈妈爸爸很矮的 小孩很高的 他们就说那个拍得出喝顺 对啊 就是说其实也可以长高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在必要的时间点 做一些外部的干预 那我们讲的是好干预 比如说给他营养啊 或者说做适当运动啊 都应该会有帮助 因为刚刚讲到这个 因为布丁姐姐很积极的 想要了解 我不知道是家里也是有 比较横向发展的小朋友吗 有啊 三个都 只有老老婆比较好 头跟尾都是有点偏横向发展 也是跟刚刚跟尹尹老师说一样 就是他们糖分也吃得比较多 素食也吃得比较多 有一段时间在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 有时候现在检讨起来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检讨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会常在家里 自己做饭的人 所以那时候刚好线上点餐 APP什么都很深 然后所以小孩一开始 在家里读书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麻烦 所以光是弄他们早中晚的吃 就觉得好累哦 然后又要顾一个比较小的 所以我就点线上点餐 那线上点餐都很多 都是素食比较多 或者说你们今天要吃麦当当吗 你们今天要吃什么炸鸡吗 今天要吃炒饭吗 今天要吃汉堡吗 就都是这一些比较 或咖喱饭什么这种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 我家老大就是有一点偏 有一点好像女乳症的感觉 我就觉得她的身材身形 感觉不是很正常 有时候在想说 是不是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就是有一个这样 比较不好的习惯 然后让她就没有在那一段 好像满黄金的时间 毕竟是13岁之前10岁以后 没有让她在黄金期的时候抽高 然后那段时间又疫情 又大家又不太能出去 她的没有运动这件事情 就把她养成有点偏宅男 就撒电动啊 所以就有点担心我这一集 有好多问题要问 可不可以后期突然让她转帅 都可以来为你做解答 所以刚刚讲黄金时间 现在还来得及吗 好 先来讲13岁以前都还来得及吗 24岁以前都还来得及 24 好那不好意思 我们不行了 但是年轻朋友都有机会 一般来说这发育有 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就是在那个10岁以下 比如说八九岁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个准备期 就是把体质调整好 像有些小朋友像我门诊就有一些 他吃东西就会吐 他两三天吃东西 他就会吐一次 对 他吃不下东西 而且吃得很慢 像这种就把体质调整好 他到八九岁到十岁 把他调整好 他就维持正常营养 他就会长高 或是加一些营养补给品 那在黄金期的话 就是10岁到19岁 10岁到19岁都是黄金期 在这边听很开心 有10到19岁 对 然后在20岁以后 还有一个稳定期 就是可以把它巩固好 让它不要就是 因为少了补给 然后就长得慢了这样 好 所以既然说要 把握黄金期 所以这段时间要做准备 应该相对的比较多啦 那我先请教一下布丁姐姐 你平常有给小朋友 吃什么样的营养品吗 有 其实开始会帮他补充 比如说像钙片 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补充 你知道其实我之前曾经 为了要让它长高呢 我有去看中医 那中医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有想说粉它可能比较不会 我们就喝水药 但那很贵耶 一个礼拜的水药超贵 一千多块 一千三耶 然后重点是他喝一包 他都信誓旦旦说会喝会喝 然后就喝一包之后就不喝了 因为味道他不能接受 我心里都已经决定说 没关系喝一年也可以或干嘛 就觉得没关系就付钱就付出去 让他能长高就好 因为也会担心他长不高 可能会被欺负 因为真的他们班同学 不比没有伤害 有一次他们班来 有一些同学来我们家里玩 然后远远我想 为什么有高中认识高中生 对 结果后他说不是啊 这是我们班同学 然后我就 什么你们班同学高理一颗头 也差太多了吧 对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帮他 去做一些 我问他想不想 他说他想 所以我们才去 去而喝一包没有浪费钱 好然后我就开始在 我其实真的网路上面 很多成长数啊 或什么我都有栽弄给他喝 对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我都会去试 但你目前看起来觉得成效不长 是这样吗 还是觉得比较缓慢 一个月只有1公分 不知道算快还是慢 一个1公分应该还不错啦 可是我想要再快一点 因为他的距离比较远 过了6个月还是有6公分啊 所以请教你依林一样 是他刚刚讲的这个钙片 还有这个所谓的中药的水药 补给上会不会就是说吃的太多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专注一个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爸妈很辛苦啊 像英文是生三个嘛 那有的是真的生一个 那种才是真的宝贝有没有 还有想要多给他吃一些鸡肉啊 其实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先 小朋友的话通常都是三餐两点 这个是最重要 三个餐次两个点心 然后如果碰到青春期 他在念书的时候 会再加晚上 如果太饿的话 会再加一个点心 可以吃这么多次吗 三餐两点 所以我们不是说以多 而是说你这三餐两点的热量 也是要控制住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有些人爸妈说 那我可不可以额外再给他一些钙片啊 或是说像可能会给中荷维他命 益生菌 其实是可以给 但是前提是你要在这个吃东西 有吃到足够的新鲜的食物之下 你再给他 比如说刚刚提到 你有没有喝牛奶 你有喝牛奶之后 你可能觉得小朋友可能 有时候的小朋友会有一点轻微乳糖不耐症 那我们可以就是在额外再补充钙片 是这样的情况 而不是说你不要喝牛奶了 你就是先吃钙片为主 所以我们是前提是 我们都问爸妈 那说他新鲜的食物有没有吃 有吃到或是说吃很少 那我们再额外给一些 像现在有很多的保健食品 都是用新鲜的食物下去做的 那我觉得是可以互相的就是互补 但是就是前提是要先吃新鲜的食物 对 前提 原因食物要掌握好非常的重要 好 另外一个要掌握的是睡眠 那请教邓医师 其实我们刚刚讲说 充足的睡眠对成长很重要 因为像伊犁尹老师先生说法 他就觉得说在青春期的时候 发现的确睡得比较多 好像长得比较高 那睡得多跟几点睡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啊 因为生长激素分泌最高的时候 就是晚上11点到半夜1点这段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 你没有在深睡的状态下的话 那就很吃亏了 比方说有些人总是12点1点才睡 那就浪费了前面几个小时 可能在一点点的成长激素 这样太少 长不高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在10点就睡觉 10点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确保你在11点到1点这段时间 是深睡熟睡的状态 那熟睡还不只是对长高有帮助 它也可以提升记忆力 专注力 对 它可以让那个小朋友在学习啊 生活方面可以达到更好的状态 真的 因为我小孩就是不重睡 所以老大就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对 所以睡觉是很重要 那邓医师你年轻的时候 也真的有奉行10点睡觉这件事吗 我很努力 但是做到 对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可以做到的尽量做 因为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睡眠很重要 那当然呢 在成长期 我们刚刚也有请医理养师来讲说 要吃什么嘛 那刚刚讲的这个维生素D 因为过去我也听过有很多家长 他们就买这种低际的啦 补充的啦 或者是胶囊型的啦 那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们必须有这种骨质疏松的补充 那但是我知道青少年的成长期 因为刚刚营养师就讲一个 你本身的这个营养就要做主 所以我不知道以维生素D的概念 或是骨头在发育 或者说以老人家阿嬷说 要喝牛骨汤啦 猪骨汤啦 这种大骨汤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影响呢 其实小朋友的成长发育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蛋白质的部分 那因为蛋白质它本来就是跟小朋友 不管是要抽高啊 或甚至于脑部的发展 其实都需要蛋白质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希望 就是优质的蛋白质 那什么叫优质 其实优质两个字 你很简单想就是说 一般小朋友建议就是吃蛋啦 鸡肉 鱼肉啦 牛肉也可以 但不要是过度烹调 比如说你今天是炸的炸鸡 就不是优质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卤的鸡肉 就是优质的 其实这样子判断就很简单 那如果鱼的话 你吃煎的鱼 蒸的鱼 这个就是优质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 所谓的不要用油炸的方式 然后是以肉类为主 小朋友大概一餐里面 大概可以吃到 一整碗的蛋白质的量 那蛋白质里面包含 不是说肉一碗 或是鱼一碗这样 就全部的蛋白质在里面 包含就是一整碗这样 甚至于可以用一些蒸蛋啊 或是蛋的方式 因为蛋的吸收率也很高 就是几乎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 小朋友一天大概是两颗蛋 就是你早晚这样子都可以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刚之前提到了 维生素滴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提到 维生素滴除了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早期它是跟钙盒在一起 因为它可以帮助钙的吸收 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说 像刚刚提到牛奶 要喝牛奶嘛 对不对 那牛奶其实喝一喝之后 你要让它在体内 就是形成让它照顾 然后让它维持长高这件事情 需要去外面晒太阳 所以我们会希望 小朋友去跑跑跳跳的原因 其实还是希望 他到外面去晒太阳 那现在很多妈妈 爸爸带到室内去跑 那个其实就 舍不得他们晒 效果就比较低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外面 那如果说你平常 就是没有在外面 其实吃一点鱼 然后或者是 那个干香菇 那其实里面也有一些 少量的维生素滴 只是它需要转换 所以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假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比较辛苦一点 带到外面去晒太阳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直鼓励小朋友 在成长发育里面 需要吃到绿色的蔬菜 那为什么会有绿色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骨骼发育里面 除了钙啊 还有大家知道一些矿物质啊 铭啊 磷啊 芯啊 这些 我们需要维生素K 那维生素K 其实它跟骨骼成长发育很有关 那维生素K 这大家比较少提到 这个是在绿色的蔬菜里面有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爸爸妈妈说 如果小朋友真的很讨厌 那我们也可以 大家叹气叹得很大口 对啊 我们常常遇到 就是不想吃啊 那当然几个方式 比如说把它包到肉盘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是说包到水饺里面 那甚至于有时候 我们会建议就是 用比较多一点的水果 盖掉那个蔬菜味道 像我常说地图花也很营养 因为它维生素K 用高可是它有味道 通常小朋友不喜欢 那我们就来跟爸爸妈妈讲 你其实打果汁的时候 你只要加凤梨 苹果 香蕉 这三个东西下去 就可以把这个地瓜叶味道 全部盖掉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小技巧 就是说让小朋友吃的营养 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 凤梨 苹果 香蕉 加地瓜叶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可以实际的执行 那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你有让小朋友运动吗 因为既然你不想让它 横向发展的话 有 就是他们会去打篮球 因为其实我在去 带小朋友去看那个转大人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 旁边有一张单子 单子上面会叫你要做运动 不是说你只要喝这个 就一定会长高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说成长发育的时候 它除了均衡营养的一些 要多吃绿色蔬菜 然后它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去做点跳绳 就是跳的这件事情 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 等一下也可以问一下中医师 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刺激它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让它多去运动 它还写说最好一到两小时的运动 就是除了放学之外的额外运动 邓医师 跳跃的话可以挤压长谷的生长板 刺激生长板 长谷喔 对 长谷的生长板是在前面还是后面 就是在谷的两端 对 然后像我自己也是 就是它里面有写要吃生绿色蔬菜 然后刚刚不是看齐 是 我其实后来都把生绿色蔬菜做成 就是比如说像 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像那个 史字华客人叫花椰菜 就花椰菜它是绿色的嘛 那也是蛮多人都说它是前几名的 就是防癌什么这些 然后我就把它切碎 我原本是把它搅碎 就用果汁机搅碎 然后跟蛋弄在一起 就蛋变绿色 变绿色它们就不吃了你知道吗 可是说妈妈这个蛋怎么绿绿的 后来我就把它用切的 切一个半碎之后把它放到 就先炒一炒啊 然后跟菇炒在一起 再把蛋放进去 然后弄一个厚度 然后就烘 诶 它们反而吃欸 因为它们觉得很像咸派 所以我常常做这个 就比较搞刚啦 花点时间但是会有成效的 对 然后就淋上那个 比如说什么咖喱酱啊什么的 就是淋它们喜欢的酱 是 所以其实很多方法要遵循 好 那邓医师 我们既然讲到运动喔 因为刚刚有问你嘛 其实你在运动方面会给大家 什么样建议应该做什么样 平常的活动跟必须要做的运动 可以加速你生长的这些技术 平常的活动就是那个打球跳绳嘛 那必须要做的就是 庄淑琪博士是台湾的 第一个女中医师 她创立了一个叫伸展操 她可以帮助身体伸展 然后用伸展筋 然后伸展筋的拉力去让身体伸展开来 对 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平常去散步走路 然后也是她那散步走路的特色比较 散步走路方式比较有一个奇怪的特色 就是走一直线 因为走一直线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用到大腿内侧的肌肉 这边有胆筋跟肾筋 对 可以促进吸收还有生长发育 她也是用双臂要夹紧去摆动 这样子的话 而且她强调是前三后四 这样子的话可以用后面的肌肉 可以顺便帮助瘦手臂 所以想要瘦大腿跟瘦手臂 也是有帮助的这种走路的方式 那另外的话还可以去 多按摩我们的耳朵 按摩耳朵 我只知道按摩耳朵好像有瘦身的效果 不知道原来它也有这个长高的效果 那是要怎么按呢 因为其实耳朵上面好像有很多的穴位 对 我们耳朵上是有很多的反射点 那如果像我们平常按摩不到我们的脏腹 但是按摩耳朵的话可以刺激脏腹蠕动 按哪里呢 我们常按的几个点 第一个是那个正中间里面这个凹槽 按里面那个凹槽 两侧都可以按吗 对 两侧都可以按 这个地方是一个那个胃的反射点 对 按这边的话消化吸收比较好 所以可以这样子动动动动拉一拢 如果睡不好觉的话 因为睡不好觉也长不高嘛 我们可以按上面这一个凹 这个是有耳神门拉一拉的 当然是很好的 是拉一拉还蛮舒服的 对啊 对啊 有耳朵伸展的感觉 对啊 对 这样帮助情绪稳定 那以后我是情绪不稳定的 你我耳朵就帮他按摩一下 可以可以 然后另外还可以这个耳刮这么后面也可以搓一搓拉一拉 用搓的 拉在边上 里面可以帮助那个脊椎的部分 就是把他放松 所以要跟我小孩说我拉他耳朵不是要生气 是要帮助他生长 对 所以要讲高 对 不是帮妈妈在处管你 对 好 刚刚讲到那个伸展操 其实我们也想要请邓医师来示范一下 是不是有毛巾可以实际的做给观众朋友来参考呢 好 这大家一起来做嘛 好 大家一起做啊 OK OK 这就先把它挂在脖子上 挂在脖子上 就是我们可以双手 手掌向上 掌心向上 然后把拇指分开 然后我们去用拇指去夹住这个伸展筋 所以拇指要朝外就对了 是吗 对 对 对 这样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 拿下来 然后我们从小指开始 然后把它慢慢地握紧 主要要压到掌心的这个劳工穴 然后握紧 好 一支一支对我的时候困难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它往外翻 往外翻 这样子 这样子 有点用到手臂外侧的肌肉 是这样吗 这样子可以扭转我们的心包筋 心包筋在哪里呢 心包筋在我们这条 就是内侧正中间的这条心包筋 对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举高 现在已经有一点吃力的感觉了 对 尽量地拉伸 然后在这样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就是数四拍 四拍一步 然后走直线 然后垫脚尖哦 垫脚尖可以刺激 脚底的涌全穴 垫脚尖走直线哦 对 垫脚尖然后走直线 然后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这体内力要很好 对 这要有核心的力量 对 对 你可以把重心放在前脚 然后抬头挺胸 然后那个头可以微微地上抬一点也可以 然后手尽量地伸高 然后再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它真的是一直刺激到脚底板的感觉哦 对 就是这样子 如果每天做六分钟的话 就对那个生长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这样子拉伸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的这个肚子前面的这个 足央明筋 足央明筋刺激到这个地方的话 肚子就会 肠胃就会开始咕嚕咕嚕的蠕动 而且手好像有点酸酸的 对 已经有开始动到一些肌肉了 对 然后这个 吃到足央明筋的话 那个排便啊 会变得比较顺畅 食欲会打开 做完就饿了 好像蛮不错的耶 对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伸展操 谢谢等一期 好 做完了伸展操之后 的确感到身心舒畅 所以其实呢 在很多方面呢 大家都可以相辅相成 不一定是只有吃 还有补充的营养啊 还有包含你的运动等等 但是既然说到了吃 我还是要回到一个营养师 因为呢 饮食推荐对很多人来说 早中晚很多人都吃错方法 或吃错内容 你怎么样对于转骨 或是食补方面 推荐大家怎么吃 嗯 其实我们在小朋友长高 有个口诀 其实叫早晚一杯奶 那为什么要早晚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盖子在一餐里面的吸收 大概就是300毫克左右而已 所以你也不用强迫小朋友一定要喝到1000cc 不用喝到一桶啦 对 我有一个同行也是营养师 然后他就很在意他小朋友会不会长高 然后可能他因为毕竟营养师他在对小孩的时候 就忘记自己是营养师了 他就一直叫他小朋友每天早上都喝一大杯 然后为了那个一大杯牛奶 每天早上都在那边两个人对峙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忽然想到说 好像也不用喝到那么多这样 其实早上一杯240cc 晚上一杯240cc 这样的吸收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小朋友不能喝牛奶的话 妈妈可以准备一些 比如说在熬汤的过程里面 可以放一点小鱼干 然后如果吃素的小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黑豆干 黑豆干的含盖量也蛮高的 然后甚至于有些你可能做菜 可以小鱼干之外 还有虾米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喝牛奶 要用豆浆来取代的话 是不能取代的哦 不能取代 对 因为牛奶是卤制品 豆浆是我们的蛋白质 但是妈妈有时候会说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怎么办 那我们的豆浆里面 其实就可以放黑芝麻粉 这个也是一招 就放黑芝麻粉 给它当成早上的饮品 那因为豆浆里面有一些 那个大豆衣黄铜 他如果加了黑芝麻的钙 他们两个在相补相成 也可以帮助小朋友 就成长发育需要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 在早餐其实 通常在小朋友成长 早餐那一餐很重要 可是偏偏早上就是像打仗一样 活锡干啊 对 大家一定乱成一团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妈妈们就是说 蛋白质的东西先准备好 比如说现在很方便嘛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用喝的啊 或者是说像有些鸡蛋类的东西 我自己的方式是我都会教妈妈说 早上你不一定要搞得很累 那有时候你可能有少时间 一次煮三颗蛋 然后如果一个小朋友就煮三颗 那这个蛋可以放三天 那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其实你煮好了嘛 变水煮蛋 你就把它放到冷藏里面 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你就用那个温开水 热开水 把它泡热就好了 对 所以你煮了那三颗蛋 不要剥壳哦 就是说你就放在冷藏 然后早上起来你可以加一点点 我觉得小朋友他没有要减重嘛 就加一点比如说日式的美奶汁 加一点小番茄 加一点玉米 这个小朋友都喜欢的 你就把它做成像是蛋沙拉系列的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吐司上面啊 这些其实我觉得小朋友 他会吃的比较开心一点 而且通常给他拿的吃的 那种比较快一点 不要就是好像放在桌上 大家在那边吃的都很痛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用一些小巧思 所以早餐其实对长高小朋友来讲 很重要 要有淀粉类 然后要有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然后要有一杯饮品 用牛奶或者是用这个豆浆都可以 甚至于很好吃的起司片 也可以把它夹进去在那个吐司上面 小朋友接受度都蛮高的 那想多问一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家常对于水果 觉得糖分现在都很高嘛 不知道摄取量要多少 或者说吃什么样的水果会比较安全 因为有时候我们小时候 大家长辈就说 那芒果有毒不可以吃 我不知道营养师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小朋友大概一天 可以吃到三碗的蔬菜 比当然了再多一碗 那这三碗蔬菜你可以中和的蔬菜 除非是胖小孩 要不然一般小孩子 其实他是没有限定说 太甜的不能吃 但我刚刚有提到 胖胖的小朋友会很想要升高 所以胖小朋友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选择 比较是聚癌值比较低一点的水果 比如说像芭乐 或者是说像夏天的话 有冷一点 大概有时候夏天有那种草莓 它也是可以的 奇异果也可以 苹果是最常见的 那冬天的话柑橘类水梨 这些都是聚癌值比较低的 那我觉得这样倒是可以首选 那如果你但是担心小朋友 像夏天很多芒果 荔枝 龙眼 然后或者是西瓜 这种都比较甜一点的 草莓一定要加炼乳 胖的是炼乳 只要不要打成汁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一天 大概是两到三万的量 对小朋友来讲都是OK的 但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真的太胖的小朋友的话 可以放在餐后两个小时的时候 当成点心给予 有点像是你点心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 比如说像外面买柴叶蛋 地瓜 然后再给他一份水果 这样其实是蛮安全的 是 好我们讲到了这么多补充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点点头颊薄 帮大家找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可能真的可以把这个生长来加速 那请到邓医师 因为市面上有非常多 像是类基金的产品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门诊或是家长的询问 因为过去在中医的想法当中 有一种东西叫转骨糖 加了很多的汉方成分在里头 那您自己本身接触 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这些商品 或者是内容物可以帮助这么多家长的 我觉得现在看到最好的就是 这个庄广和糖 转大人脆滴精 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刺武家 黄芪啊 白竹芙苓 狗尾草啊 山芋药莲子 很多陈皮啊这些 对我们的营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也观察到了 我们现场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区分的颜色是 依照不一样的类型吗 还是为什么会有两种颜色的产生 应该是适合男生跟适合女生的 还有分男女喔 所以男孩跟女孩在长大的时候 需要的养分是不一样的 对 女生比较着重于血方面的问题 养血 男生比较着重于就是让肠胃变好 那邓医师呢正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想要理解一下脆滴精这个基底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汉方成分 让大家觉得说哇它真的很不一样 它里面有刺武家 黄芪 莲子 白竹 党参 红枣 狗尾草 芙苓 山药 西洋参 桂枝 枸杞 当归 穿穹 橙皮 甘草 还有黑枣 那另外呢 它加上了祖传的独家秘方的米金红枣露 来当一个基底 然后另外再用那个传统的方法去做低基金 三种组合在一起后 就变成本草精脆 然后加上米金红枣露的香甜可口 再加上低基金的营养 优质蛋白 就变成很好的营养补迹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来宾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试试看咯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现在没有加热嘛 一般我们低基金不是都要隔水加热吗 所以医生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吗 这应该是常温或者是微温都可以的 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温 这要不要冰的 冰的对身体伤害比较大 对 周云一直都不能喝冰 没有什么腥味 你会怕中药的味道吗 刚听到他讲的时候想说 对 有很多东西在里头 如果他是低基金 有基金嘛 对不对 他里面有基金吗 有喔 他有低基金 而且他里面加了 祖传独家配方的一个叫做 米金红枣露当基底 请问一下米金红枣露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补血的概念吗 它会让整个味道会变得比较调和 会变得很好喝 会变得小朋友爱喝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耶 它没有 它入口 你是喝红色还是蓝色 我喝红色 我喝红色 它入口没有那种 因为很怕一入口会有第一个中药的味道或什么 其实没有耶 还蛮顺的 对 就是顺顺的 很温和的味道 我比较惊讶的是因为它是冷的 所以喝起来 对 竟然没有觉得说有腥味 对 一般基基金是打开来 如果你没有加热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顺口 对 会有一个怪怪味的 这还蛮好喝的 谢谢医师 所以如果您建议的话是什么时候喝 或是大家在什么时间点补充会比较好呢 就是如果是在十岁以前的话 这个打底期后我们可以一个礼拜里面喝五天 一天喝一包这样子 一个礼拜五天 然后如果是在一个黄金成长期 比方说是十岁到十九岁这段时间的话就每天一包 所以以英文的小朋友来说 就是他想要调整的话 其实是可以每天喝一包的 对 然后到二十到二十四岁这个维持期 继续让他喝每天一包 那在一年里面我们就是生长最快 因为我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长 夏天是生长最快的季节 所以通常在六到九月的时候可以特别加强 在六到九月的时候可以喝两包 这个时候我们喝的时候是空腹的喝 它吸收会比较好 我没有想到就是他说喝两包是六到九月 我以为他会说你十三岁还几岁以后两包 或二十岁以后两包 不是 他每天都是一包的概念 只是比较小 比如说你刚刚是说十三岁以前的话 就是他的成长期只需要一个礼拜 只需要五天每天一包 但是之后就是每天都一包的意思 对 但是为什么六到九要特别两包呢 是他那个时间会比较那个吗 那个时间代谢旺盛夏天 因为天气热所以代谢比较好 对那个时候成长非常快 我们就多给他一些营养 消耗的能量比较快 所以就让他多补一点的 原来是这样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是暑假 所以其实过去暑假很多家长都是放任小朋友开始吃垃圾食物 可能要翻转一下他们的概念好 就是补充一些营养的东西 因为他吸收力可能相对会更高一些 营养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着重在小朋友长高 我们还是除了营养之外 我们的运动也要嘛 然后还有生活作息 那我通常会分啊 比如说瘦小朋友要长高 我们饮食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先以蛋白质为主 就是吃的顺序上面蛋白质为主 然后搭配所谓的饭跟蔬菜 那如果是胖小孩的话呢 在长高的部分我们先给他吃蔬菜 然后蔬菜完之后才吃蛋白质再吃淀粉类 所以吃饭的顺序上面还是有差 然后运动的部分我真的蛮推荐跳绳的 除了跳绳之外往上生长的那种运动 像篮球啊 或甚至于在水中里面的游泳啊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那小朋友真的 我觉得也不要因为他目前长不高 就一直刺激他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有同财的压力 或甚至于你知道通常一个家族里面 长得最矮的那小朋友 他会越难过 所以有时候心理的因素 也会影响到他吃东西进食的欲望 没错像我要来这集呢 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一直上节目说的时候 还在就这也是一个 心理上会有点因应 对其实应该是鼓励他 就用鼓励的方式啊 然后不要让他有一个比较 心理有时候因为哥哥 可能有时候哥哥啊 或弟弟都很高 就他刚好很矮这样子 那可能还是要跟他讲一下 我觉得这种有时候会影响 所以就是饮食运动睡眠都很重要 那医师你在门诊当中啊 有没有遇到就是可能很多家长 对于这种转大人需求很旺盛的 那可能他们用的方法 也许过去真的试了很多种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微调 所以您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不要急 有很多很急 像有些人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有方说他妈妈可能就是在某个年纪以后才会长比较快 所以在发现他的小朋友 好像六岁就送来了 我小朋友怎么还没长 时间还没到 对他就发现那小朋友读小学的时候都比人家矮 都比人家矮 然后他爸爸就开始着急 然后他妈妈妈就说 可是我以前也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长高的 对所以去咨询医生以后 医师就跟他说说 这个就不要太担心 通常是爸爸会比妈妈紧张吗 您自己的观察 因为这件事情是妈妈本身的基因的问题 所以反而是爸爸比较紧张 爸想要调整 通常都是阿公阿嬷很紧张 对 对 长辈最紧张了 因为我知道了 有一些小朋友 妈妈开始就给他喝基金 或者是罐状的 或者说因为要读书 大概十岁左右 就觉得说他体力不行 他在补充的时间点 是不是真的不能随便调整 对因为真的太小 小朋友我们也不建议吃保健食品 那今天当然说地基金 它不算在保健食品 它算在新鲜食物做成的 所以尽量考量到 如果你要额外补充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种比较新鲜的东西 经过了今天英文你回家 对于三个小朋友 你可能会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 因为以前只有喝一般的话 我们会补充低基金 或是一些营养 或是牛奶这些都会 如果他有讲说 可以帮助他成长长高 我就会想要把他置入到 我的食物里面 就把他偷偷的放在正餐里面 让他吃下去就可以 对 就三餐很重要 所以最后一点点小时间 我回到依林药师 就是在三餐的均衡上 你会建议大家说 怎么调配早中晚 因为我知道过去大家有很多的重点都放在晚餐 但事上对小朋友来说 其实早上的能量消耗是比较多的 晚上如果吃太多 有时候囤积之外 可能会造成一些血糖的问题 其实刚刚一直一路上都在讲蛋白质 那蛋白质其实在研究上发现 可能吸收率最好的还是在白天 那不要统一在同一餐吃到 其实有时候可能妈妈会很急 想说早餐要吃很多很多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它是要平均分餐吃 它的吸收率才是最好的 那中午的话 其实有营养午餐可以照顾 那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小朋友 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吃完 那到晚上的时候 因为刚刚志玲提到 是大家聚餐的时候嘛 那当然是在准备餐点的时候呢 当然有外食有外食的方式 自己煮的话 我觉得倒是有淀粉类的东西 可以替换一些 比如说像维生素B群比较高的 现在加一点糙米啊 或加一点五穀米 那如果小朋友真的不喜欢 我倒是觉得甜点的部分可以做手 我还蛮推荐艺人的 因为艺人汤啊 比如说你可以点那个豆花 豆花其实它是属于蛋白质类的 它也可以帮助成长发育 然后加一点那个艺人 然后红豆也很好 绿豆也很好 这种总比加那个粉圆 或者是那个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倒是新鲜的这些食材 会帮助小朋友增加B群的部分 因为B群我们知道 它在成长发育也非常需要 提醒妈妈 就是说在这个下课的那一餐 反而建议可以给一个小三明治 搭配一杯豆浆或牛奶 或者是说一个比如说 Bagel 然后一个茶叶蛋 然后搭配一样一个是豆浆牛奶的部分 这样的组合会比炸鸡啊甜点 甜饮料来得好 比方做成粥或者拿来做菜 或者是把它拿来煮面条 当成高汤 我觉得蒸蛋应该不错 谢谢伊林营养师还有邓医师呢 带来这么多源又丰富的资讯 让大家可以把握住 孩子在转大人的黄金生长期 也希望可以造福更多 像英文一样的妈妈 让小朋友呢 可以保持充足的睡眠 均衡的营养 还有包含适当的运动 可以好好的成长茁壮 今天的营养宝剑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